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每个店铺 每个场景 我们都试图以最有魅力的方式去设计 我们认为只有足够用心和精益求精 才能够让神匠在游玩时感到爽 而作为创作者 我们发现这些细节能够引起大家共鸣时 自己会感到满足 可以给到神匠更有层次的内容体验 新开放的光影广场 各类特色的活动区域 以及主角生活的六分阶 共同构建出了一个更具象化的心爱力度 当然 接下来我们就和朱渊在新地区 摸影广场碰头吧 我们就先从主角工作室 Random Play的变化说起吧 这次我们为哲和林新增了二楼卧室 哦 神匠终于能在床上睡觉了 根据角色性格的差异 两个卧室的装潢也是截然不同 这就睡了 是想暗示睡觉了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嗯 除了休息这个功能以外 我们还进一步强化了代理人 很信赖度事件的代入感 接下来 哦 神匠终于能在床上睡觉了 哦 不过我还蛮担心各位神匠逛迷糊了 没关系 神匠们可以咨询喵级长官 也就是这个大玩偶 通过他可以知道一些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前面提到这次会有更多趣味性的体验 有什么可以先和大家分享的吗 在星亚利都街道的各个角落 都有着等待神匠救援的帮布 以及需要去探索寻找的卡格车 我们为零号空洞这个长期玩法 特意定制了一个专门的场景 也就是现在我们眼前的斯科特少站 远处那个巨大的空洞 就是零号空洞在游戏内真正的样子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震撼呢 但制作组是出于什么目的啊 才会为了一个玩法去制作一个场景呢 我们相当准使大家的长期游玩体验 除了更新基本的挑战内容 和高额奖励这个思路以外 我们也希望零号空洞 成为我们游戏内容呈现的 一个重要舞台 甚至有关键代理人的剧情 你会懂 刚刚闪光是什么情况 我获得了强化道具 没错 在零号空洞内可以通过战斗或事件 获得强化道具 灵徽 当时 这个事件看上去好像不一般 随着以代理人之间信赖度的提升 在零号空洞内也可以触发更多 有趣的特殊事件 它不但能带来专属的强化效果 还能进一步帮助神将 了解代理人在空洞中独特的一面 前面我们看到的信赖度系统 还会影响空洞中的代理人 这可他也能呈现一个更真实的事件 这也是明辉吗 看这个样子 似乎和前面提到的帮部有点关系 是的 大家也可以在零号空洞的探索内 以明辉的形式获得他们的帮助 第三个様子 老实在面无脏 还有什么 局检出 这就是 关卡上进行各方面的尝试 其结果就是拉力委托 我们提供了更延续的关卡体验 除了战斗以外 我们还尝试拓展了一些场景交互积聚 并且融合了一定的续续元素 将来在实际成熟时 我们也会用这种形式去升级原有的玩法 难道说这是 感谢观看